新年区太平里与更新医院合作开办的迎新健康阅动班 7号上午举行节夜典礼 更新医院别出心裁 邀请达官国中篮球队共同参与 并且与爷爷奶奶们进行三对三篮球大对抗 为了避免长伴们运动伤害 更新医院也安排了海藏屋暖身 三对三篮球赛 首先由太平里里长李谢素贞 以及新店区副区长吴志忠进行开球 然后进行男子组与女子组两场竞赛 大家可别小看长辈们的身手 不管是在灵活度或是准确度上 表现的都相当优秀 几堂课下来我们的营法族们 他们的肌耐力还是不错有进步 今天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我们赛的是健康不是输赢 办理这样的活动都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老人家能够出来活动运动 了解社区也让自己的体能更好 打光股中校长罗国诚表示 这场轻盈篮球赛相当有意义 让孩子们不只是打球念书 更懂得如何与长辈互动关怀长辈 透过这个轻盈篮球的互动可以让孩子学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老人家需要被体贴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可以帮忙老人家的体贴 那也怎么样可以带他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出去外面健康运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更新医院特别把集业式场地搬到户外 也希望老人家可以多尝试不同性质的运动 强健身心 这场轻盈篮球对抗赛最重要的不是再比输赢 而是鼓励长辈平常就要养成运动习惯 也期盼家中的晚辈可以陪着长辈一起运动一起健康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